好,那你未来五年的规划是什么呢? 面试每次都问这个问题 大人都讲社会很残酷 见我一个还没有踏入职场的小白 哪里会知道是怎样咯? 唉,还是直接回答我想做什么好了 五年后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 很有知名度,很多followers 很有影响力的资深视频内容创作者 嗯,如果你直接回答说五年后就成为什么什么 嗯,是没有错啦,毕竟是你的职业目标嘛 但如果你可以回答说 在这五年里面想做到什么事情 跟达到什么成就 那就更好啦 以制作内容视频为例 回答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第二年你可以说 想要学习和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一开始的话 我会先深入学习和掌握视频制作的最新技术和工具 再包括 视频剪辑软件 摄影技术 动画效果等 我也会多多关注行业的发展趋势 还有多多参加研讨会来加强自己的技术竞争力 第二到第四年你可以说你想要突破现有的成果 然后我想要扩展我的内容制作领域 除了目前擅长的领域 我还想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主题 来增加我的创造力还有多样性 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 来给他们提供更有价值的内容 而第五年你就可以说 你可以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下来的第五年我会努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还有影响力 除了把我的作品post在主流的平台上 我还想尝试新的渠道还有市场 分享与质量的内容 还有和观众互动 参与行业活动来扩大我的受众群体 总的来说 我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升自己 希望五年后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 取得更大的成功还有影响力 嗯 啊哈 其实HR问到这个问题 就想知道你对这个的职业发展 是否有充分的了解 还有你的目标跟公司的需求是否相符 所以把你的目标和岗位联系起来 这样的回答就可以让HR知道 你对这个职业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和热情 而且是否有充分的很些 那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和热情 咸决定 那是否有充分的关系 有充分的关系 咸决定 握充分的关系 你需要充分的关系